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摩泰前后书非常的宝贵 因为他的主题就是在讲信仰的传承 提摩泰他的老师就是保罗 所以保罗他如何来传承信仰 如何来做门徒训练给提摩泰 这都是我们今日教会非常需要明白的真理 特别如何把信仰传承给年轻的下一代 因此我们要一起来从里面领受保 老贵的真理 所以四世纪读完之后 继续跟上提摩泰前后书 我们来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经启示说 我们都不将女儿给变亚敏人为妻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跟他们通婚 我们把他当作外邦人 因为他们行了可恶可怕的事情 他们不配做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不会跟他通婚 我们甚至希望就是他 就是这个直派就消失了 不跟他通婚 那现在呢他们打了大胜仗 那边亚敏人被他们杀光了 只剩下六百个男人躲在一个地方 那以色列人这时候就打完仗之后 就来到伯特利 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 放声痛哭说 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情呢 啊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件事情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他们这个因为血气的缘故 然后屠杀了变亚敏支派 现在啊发现自己坐太过头了 就后悔了 就来到神的面前痛哭 次日清晨啊 这个百姓起来 在那里筑了一座坛 啊献凡记和平安记 然后以色列人这时候 就彼此问说 以色列各支派中 有谁是没有跟会众 一起上到耶和华面前来 一起打仗的呢 原来之前以色列人 曾经起过大事 就是大家都发了一个天大的一个誓言 凡不上米斯巴集合 来到耶和华面前来的 必将他致死 之前他们原来发了两个事 第一个事就是说 我们不会将我们的女儿 给变亚敏支派的人做太太 我们要把他们都涂灭 我们要把他当作是外邦人来看待 第二个就是说 谁不来跟我们一起去消灭 变亚敏支派 那我们就会把那个城的 以色列百姓也都杀光 所以他们曾经发了这两个 超级严重的事 我们就会发现 想到谁 想到耶和华他 耶和华神明明与他同在 但他心里的安全感不够 他就用很极端的方式 发了一个誓 耶和华你如果保守我 得胜平安归来 从我家里面 出来迎接我的第一个人 我要把他烧了 做烦祭给你 这真的是多此一句 那以色列后来 耶和华他跟他的女儿都很痛苦 那这就是乱发誓的结果 这边也是一样 以色列也是都乱发誓 那现在自己事后 不知道该怎么收拾 那因此呢 这个第六节 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 变亚敏后悔了 然后就说 如今以色列宗 绝了一个支派了 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 启示说 必不将我们的女儿 给变亚敏人为妻 哇 现在我们当怎么办理呢 使他们剩下的 还剩下六百个变亚敏人 能够有妻子呢 又彼此问说 以色列支派中 谁没有上到米斯巴集合 来到耶和华面前 跟我们一起去攻打 变亚敏支派呢 他们就开始调查 他们就查出 激烈亚比 这在越旦河以东 一个城市 他们就查出激烈亚比的 以色列人 没有一个人进到 这个 进营到惠众那里去 因为百姓被蜀的时候 没有一个激烈亚比人 在那里 他们终于找到 替死鬼了 就是激烈亚比人 没有跟他们一起参与 这一次的 以色列内战 因此呢 惠众就打发 他一万两千大勇士 吩咐他们说 你们去用刀将激烈亚比人 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 然后呢 所当行的就是这样 要将一切男子 和已经嫁的女子进行 全部都杀光 他们在激烈亚比人中 遇见了 四百个未嫁的处女 就带到迦南地的 适罗营里 他们就 这个想出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们去惩罚激烈亚比人 把他们的男人 女人 小孩全部杀光 只留下那个 没有出嫁的处女 把他们抢过来 给遍亚比人做妻子 激烈亚比人 也是以色列同胞 所以你就看 这个以色列这时候 真的是很糟糕 他们这时候所做的 跟遍亚敏之派的 那个 激烈亚成那些匪徒 所做的 又有什么差别呢 真的是让人觉得 非常的难过 好 那他们就 把这四百个未嫁的处女 带到了这个适罗这里 为什么称呼 这个叫迦南地的适罗 营里 因为 代表大军是在适罗聚集 那为什么讲迦南地 这个有点暗示 因为接下来 就是会讲到 适罗那边 也会发生一些事情 而适罗那边 所发生的事情 仍然保留着 迦南人 崇拜偶像的一些行为 所以留一个伏笔 十三节全会众 就打发人到 临门盘的 宾亚敏的那里去 向他们说和睦的话 我们刚刚讲到 这就很像之前 那个立位人 跑到伯利恒去 跟他行营的妾 离开了他 在这个伯利恒老家 住了四个月 现在立位人去跟 他的妾说好话 那这边呢 则是十一个支派 在几乎屠灭了 宾亚敏人之后 就派人去跟 躲在临门盘的 宾亚敏人 说和睦的话 然后呢 当时宾亚敏人回来了 以色列人就把 所存活的 吉列亚比的女子 给他们为妻 还是不够 因为宾亚敏人 全支派剩六百个人 现在他们以色列人 只从吉列亚比 屠城之后 抢了四百个处女回来 还差两百个 好怎么办呢 百姓为宾亚敏人后悔 因为耶和华是 以色列缺了一个支派 缺了一个支派 原文是 使以色列中有了破口 就是不完整 其实以色列 其子不完整 以色列早就被解体了 当立位人 把他的窃的尸体 切成十二块 传送到以色列 各支派的时候 就代表 以色列的灵性 已经破产了 如同十二块 残缺的尸块一样 以色列早就已经是一个灵性 已经 相信死亡的一个尸体 会中的长老就说 宾亚敏中的女子 既然除灭了 因为宾亚敏 支派里面的 男女老幼妇孺都被杀光了 只剩下六百个 躲在这个灵门盘的 六百个男人之外 全部都死光了 我们当怎么办理呢 使那余圣的人有妻呢 现在只凑到四百个 还差两百个处女 又说宾亚敏逃脱的人 当有地业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那么重新回到他们支派的城池里面 重新去建造 重新去繁衍后代 免得以色列中 这个涂抹了一个支派 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 给他们为妻 因为我们都发过誓 因为以色列人曾经歧视说 有将女儿给汴亚敏人为妻的 必受咒诅 那这个是他们自己 也没有经过耶和华同意 就自己去发的誓 持久节他们又说 在利波拿以南 伯特利以北 在也就是所谓的在世建大陆 这个以色列中央三地的 这个世建大陆上 在世建大陆以东的那个世罗 年年有耶和华的节起 那可能指的是祝鹏节 因为后面讲到跟葡萄采收有关 所以可能是在世罗 每一年都有举办祝鹏节的 这个庆典 那他们就吩咐 变亚敏人说 你们呢就去 在葡萄园中埋伏 以色列人之前埋伏 所以夺下了这个基比亚城 屠杀的变亚敏人 他们现在反过来 教变亚敏人说 换你们去埋伏 在葡萄园中埋伏 若看见世罗的女子出来跳舞 不要忘记 世罗他们也是以色列人 所以这些长老们 就是说你们呢就去抢 世罗的女子做妻子 真的是不知道在 在讲什么 如果看见世罗的女子出来跳舞 就从葡萄园出来 在世罗的女子中 各抢一个回 为妻 然后回你们变亚敏地区 那这些世罗的 以色列人的女子的父亲 或是他们的弟兄 若来与我们争敬 来跟我们理论 说你们怎么可以 派那个变亚敏人 去抢夺我们世罗的处女 回去为妻呢 我们也是以色列人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那那个当他们来跟我们辩论的时候 我们就说 求你看我们的情面 施恩给这些变亚敏人 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 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 都被我们杀光了 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 若是你们给的 就算有罪 他说呢 现在呢 你们的女子是 被变亚敏人抢走的 所以 不算作是你们跟他们同婚 你们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吧 就任凭变亚敏人 把你们的女子 抢走吧 看在我们面子上面 好不好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 让这个差两百个处女的问题 来被解决 于是变亚敏人就照样而行 就按着他们的数目 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 就回自己的地业去 又重修诚意居住 那一些解经家给我们一些建议 就是说 适落女子出来跳舞 这可能跟这个迦南人 他们在葡萄丰收 采收的时候 跳一些舞蹈 庆祝 可能跟情欲的放纵 都是有相关的 因为这个迦南人 他们在丰收结起的时候 都会 艳乐 然后放纵情欲 那有时候会跟妙计 有一些交合 那因此可能这边都有一些 相关的暗示 也让我们看见 侍罗人 他们虽然也是一个 后来也成为一个以色列宗教的一个重地 但是呢 他们基本上很多信仰的深层意识 其实都被迦南人深深所影响 那当时以色列人就离开那里 然后呢 各归本支派 本宗族 本地也去了 大家觉得 问题终于顺利解决了 六百个 遍亚敏人 都有妻子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个顺利结案 这个让我们看到 二十一章 就是非常荒谬的一章 这些以色列人 后悔自己 几乎要杀光的 遍亚敏人 然后现在遍亚敏人 要绝后了 然后呢 他们就迁怒到 激烈亚敏人身上 去杀光激烈亚敏人 都是同胞的 都是以色列人的 然后抢了他们的处女 还不够 就继续怂恿 遍亚敏人 去 集体绑架 抢劫 适罗的女子 带回去 其实就是 这绑架性侵嘛 这不是他们自愿要 跟你遍亚敏人结婚的嘛 所以以色列长老就是 指使 怂恿 遍亚敏人 去做这种 集体 绑架妇女 回来 强取为妻 其实就是 集体性侵的意思 就是 这两百个人 就性侵了 两百个世罗女子 这个跟 遍亚敏之派 那个基比亚成 的那些肥徒 这个 强奸 这个利未人的妾 有什么差别呢 但是呢 以色列人不管了 他们就只想保持一个 表面的 以色列的完整 表面的 以色列的合一 表面的 我们跟耶和华 发了誓 我们不能违背誓言 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女儿 嫁给变亚敏人 都在处理表面功夫 所以21章的这个结局 四世纪的结局 让我们看得 非常的难过 也看到 整个以色列 祸悉你 乱七八糟的 那所以四世纪的作者 就给了最后一句话 来描述为什么会这样 25节 那时以色列中 没有王 个人 任意而行 比谁的拳头大 就是谁做王 然后就是横行无主 没有公义 没有真理 因为 没有王来管辖他们 他们有没有王 有 耶和华是他们的王 但他们根本不把 耶和华当一回事 反而常常以耶和华 打着耶和华的名号 来包装自己的 血气也好 情欲也好 然后乱发誓 然后又这个 这个乱杀人 然后又 抢妇女 都是打着耶和华的名号 让人看得非常难过 所以呢 四世纪的结束之后 接下来就会进入到 王国时期 以色列人就觉得说 我们需要一个国王 那我们不要世事了 所以我们请你 请上帝 你给我们立个国王 但是 地上的世事 没有办法代表 天上的世事 世事就是审判官 地上的世事 无法代表 天上的世事 上帝 来治理跟审判百姓 那 上帝在地上 为以色列 设了一个地上的王 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 真正的王还是上帝 以色列 不要天上的世事 也不要天上的王 那 在地上 勉强立了人的王 又有什么帮助呢 毫无帮助 世事记 我们就读到这里 看见 这些 以色列的 这些 啊 后代 他们虽然得地为业了 得着这个 地理上的 得地为业 但他们的灵性 仍然在旷野漂流 仍然不知道自己 应该把自己 分别为圣归给神 今日我们 在追求很多 事工 事业 各种方面的成就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 这些部分成功了 但我们跟神的关系 其实 还在旷野漂流呢 愿 世事记 成为我们的借境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在祢面前 求祢 检查我们的心 我们常常会被 外面的 这些工作 事奉 成就 来欺骗我们自己 用这些来代表 我们跟祢的关系 主啊 求祢 检查我们的心 主啊 让我们对祢是谦卑 让我们对祢是敞开的 以至于祢可以 引导我们 走异路 引导我们真的生命 得地为业 真的我们的灵性 与神相弃 主啊 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里外 都走一条正路 里外 都走一条 真正敬畏神 以神为王 以神为事实的 敬虔的道路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 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